另外 房东也再次被告诫 如果要变更家里的一些房屋的结构 一定要进行审批 奥克兰地区的房东被敦促 在改变房屋结构以容纳更多人的人之前 需要咨询市政府部门的相关官员 目前 一名奥克兰房东因非法出租两个车库作为公寓 被罚款6万纽币 其中的一个车库天花板低窄 而其他设施依然完好无损 奥克兰市政府资源发言人朱利贝文说 房东在改变自己住房结构前 需要经过审查 现场查看才行 朱利贝文表示 申请还包括消防前 消防出口的位置和相关设施